非常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刚刚离开北京 在沙特 在沙乌地 在北京 大家都知道了嘛 他都遭到冷遇 遭到尴尬的一个对待 转身离开北京 拜登马上开骂 而且骂习近平说实在 这样的骂法真的 我要这样讲吗 不知道是跟这个 他的身份符合 不太像是一个 大国领袖的一个骂法 然后北京真的是要拳头硬了 超级超级火大 来拜登怎么说的 在哪里 这张我才刚刚拿到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 对 好来 看不到 没关系 他骂 我知道他骂什么 他骂这个习近平说是 独裁者 独裁者 来我们先到那张截图 好不好 先到那张截图 还真的看不到 来 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骂到这样 他有他的这个论述 然后中国外交部气炸了 在今天这个下午 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当中 我给大家说一下 最新消息媒体记者当中问嘛 对不对 拜登骂你们习近平是独裁者 你们觉得呢 就是毛宁 毛宁今天表情极其严肃 他说有关的言论极其荒谬 讲出了三个严重 这三个严重叫做 严重侵犯中国的政治尊严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严重是什么 来你们的结没有结完整 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中方对此是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来把那三个严重 清楚的结给我 好了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边 侵犯尊严 非常非常的严重 拜登说呢 他布林肯刚刚转身离开 就开始在座炒作古巴事件 跟气球事件 他说虽然他对布林肯的访华 他说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他出席加州募款活动的时候说 对于我极落那个挂载 两节互相列车 大小的间谍设备的气球 习近平感到非常不悦 为什么不悦呢 因为习近平根本不知道 这个气球出现在那里 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尴尬的状况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东西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 他被吹离了路径 然后中国存在真正的经济困难 他还爆料 习近平曾经打电话给他 拜托不要组织四方安全对话 因为会让他陷入困境 在他的描述当中 习近平是一个无能 被架空的傀儡独裁者 对不对 对气球闹得这么大 西方媒体炒作这么大 习近平完全不知道 是不是 飞到那里 所以习近平不高兴的原因 不是因为被打下来 而是因为我竟然被架空了 我竟然不知道 这是拜登的论述 然后拜登又说他是独裁者 所以在这里面 事实上在气球事件 就是布林肯没有办法去北京的原因 好不容易 大家谈谈谈谈谈 北京开了门 那表达出来也是不情愿的样子 你来好吧 你来吧 是你自己要来的 我没有要你来 所以这一待遇刚刚好 但是他刚走 拜登就开骂了 气球事件再拿出来炒 本来说已经不要炒了 再拿出来炒 不但炒 而且是加码 说什么 你独裁者 你被架空了 对不对 然后再加码 你存在经济困难 然后还说什么 习近平拜托我 不要组织四方安全对话 我习近平这样的话 习近平会陷入困境 我日子不好过 拜托你 拜登 帮我一把吧 然后在这个对话里面 然后拜登哇 你知道世界强人 习近平都要拜托他 习近平根本不堪一击 所以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现在 是不是使得 好不容易开的门 又要关上了 是不是 这布林肯去的访华 如果有成果的话 是不是全部又融化 又没了 是不是呢 然后布林肯离开北京前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才说 二月份引发的这个气球事件 当时拜登还说 是个愚蠢的事件 应该到此为止 没有哦 你老板说不能到此为止 这个拜登的这次骂的 真的是有够重 所以你看到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说 美方有关的言论 极极荒谬 极不负责任 然后三个严重 严重违背 严重违背基本事实 严重违背外交礼仪 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 这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哎呀 这个近平 之前布林肯好不容易 北京帮他把门打开了 见了三个人 秦刚 王毅 然后习近平也还算是见他啦 对不对 虽然是这个长桌 听讯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取得了一点点 让拜登满意的成果来说 因为拜登的这个嘴 现在这个成果 是不是一切归零 你看他的中方 能摆出这个阵仗跟态度 这个比川普之前放大话更糟糕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在6月18号 中国时报引述外媒的这个报导 说拜登当时在气球被击落之后 曾经想要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 然后被他的国安顾问 树立文这些幕僚劝阻 说你现在要打电话给习近平 这不是感觉就像是在跟求 跟人家求和吗 好像乞讨这个和平一样 求和式的这个电话不应该打 所以拜登被劝阻没有打 如果是拜登口中的习近平独裁者 你还要打电话给他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一开始破题 就先用这个给大家看 拜登变成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 他今天会讲这些话 是在加州 加州地区一场募款仓 募款的活动 那个加州的募款 或者是他民主党要这个募款的活动 我先打岔一下 我想问一下近平 你觉得拜登讲这个是美国 照着美国的剧本走 事前就写好了 还是说你知道他老人家 他最近不是在讲天佑女王吗 大家又昏了 想说你是英国人吗 他常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那这个话说实在的 因为是谁要求谁 是美方要求中方 一定要建立对话管道 希望能够放过来 两边应该是要各取所需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他 兴之所至临时讲的 还是说这就是美方的 写好的剧本 我不认为这会是美方写好的剧本 如果是写好的剧本 布林肯就不用去这一趟 也是 但是我相信这是美方 自死以来对中国的态度 但这话你觉得从国际政大 是不是违反国际理议 说出来 而不是旁人 而不是媒体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或纽约时报 从哪里披露了一个消息 说拜登说了什么 或是哪一个人 这个白宫的前幕僚 或是谁出了书里面 描述到细节 只要不是本人说 说拜登曾经表示 只要不是本人 都还有一些回旋的空间 转换的余地 但这些话是由美国总统 全世界最有权力 power的这个领导人 讲出来的话 而且拜登还希望跟习近平见面 记不记得 9月份 这个G20 还有11月的 在旧金山 那这样一讲 还需要见面吗 不用了 恐怕不要说 因为接下来 他们本来要开始去瞧 而且接下来布林肯 和美国一直希望 能够推动的军事热线 就是两边的军事 这个相通的一个机制 对话管道 也不用想了 也不用想了 所以我才会刚刚很断定的说 这不会是写好的剧本 写好剧本的话 那布林肯干嘛 牵几条跑去那边 然后再跑去别地方 所以不用去拜访了 那拜登这一次嘴快 而且把这个中国说的情况很糟 说中国的经济现在很惨 那我觉得难怪大陆官方会用 魅于事实 严重的违背事实 因为你看GDP你就知道嘛 对 那如果你说中国现在经济很惨 意思就是说要靠美国 那其实美国你不要跟这个 你前一阵子有一些经济上的 这个管制的宽松 你其实不用做这些动作啊 你继续跟中国占到底啊 美国自己的财政啊 美债啊 美元啊 你继续跟中国占到底啊 你认为他的经济很惨 你应该乘胜追击去打趴他 所以这个拜登 成事不足败事有点鱼 而且他把习近平说很尴尬之外 他说那个四方安全对话 习近平跟他说 你这会让我这个陷入困境 我跟你讲就算是真的 拜登也不能把他讲出来 因为美方的抓到了 中国的最后一张王牌 等于是被拜登给掀牌了 所以有这通电话 这通电话新闻中 从来没有披露过吗 从来没讲过啊 从来没有哦 所以什么时候 拜登惊爆那一幕 这个时间要不要讲一下 哪一天习近平 亲自打了个电话给拜登 就是为了拜托 你不要组织这个 四方安全对话 要不然我习近平很惨 我相信白宫跟国务院 现在美国国务院 现在一定会很尴尬 非常巨大的尴尬 换成白宫跟国务院 你要怎么去帮拜登 你要怎么去帮拜登援